好 继续来看到作为花莲县议会少数政党民进党 在预算的监督上势必要强力监督 才能在预算的分配上能够更适当 对于乡亲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的照顾 有助于获得更合理的预算编列 胡仁顺在11月8号走访了社区文件站也表示 长者的照顾未来也将会是他在议会殿堂上 极力争取的社会福利政策之一 期盼大家能够给他助力支持 选战剩下18天 各阵营候选人马不停铁的扫街拜访 相当重视社会福利政策的第一选区候选人 胡仁顺就表示 县府的预算以及政策必须要能够透明 让乡亲能够了解预算的分配 而上星期所发生的宗教预算 其实就排挤到其他应该要执行的社会福利政策 在这几天我们在花莲县议会可以看到 花莲县政府变列的非常多不合理的宗教预算 我们绝对尊重各宗各教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不过在这预算的变列上面 我想实在是有点超过 其实我们今天到社区来有非常多的社区福气站 还有许多的关怀据点的长者 都急需要预算来做合理的分配 让老大人能够在退休之后 能够进到社区跟所有的社区民众一起活络 那当然预算就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现在目前花莲市办理的社区福气站 在我多年的努力之下 从原来的预算增加了50% 我想在在的显示 社区长者在我们县内的这个重要性 那我们也要在这里呼吁 花莲县政府应该要把所有的预算来做合理的分配 尤其是老人这一块 长者这一块 要让我们更重视 社区长照以及日照站 是目前许多老大人白天参与活动的据点之一 有相当多的社福团体来到日照站陪伴年长者 胡甄顺强调 老大人能够获得良好的照护 才能够让青年在经济发展上 可以有午后骨植油 记者林杰 华莲市采访的好 姐姐 亚大人的更配 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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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